全方位的读书方式 一时代的阅读冲击 解放双手 释放听觉 千方听书啊 让我的身影 做你的翅膀 第十卷第二章 太乙火针 不知过了多久 烈焰只觉耳边一片宁静 心中说不出的安详成你 微风轻轻地摸索着脸颊 温柔地如同母亲的手 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从冥冥之中触及烈焰心底最深处 让他莫名地想要笑 想要哭 他默地睁开眼睛 四下环顾 明月当空 流盈飞舞 他站在一条 横跟于虚空中的无尽长廊上 那长廊看不见骑士 看不见终结 透明如水晶的廊顶 与栏杆闪烁变换 仿佛有 仿佛有又仿佛没有 俯视下方 透过那若有若无的长廊地板 可以看见深不可测的黑暗 仿佛随时要跌落下去一般 心中突然一阵寒净 这场景好声熟悉啊 像是久违的梦境 刹那间 深冷的恐惧爬遍全身 忍不住想要大声呐喊 突然听见赤地的声音 从虚无缥缈间传出 你见过这里吗 烈焰急速转身 四下扫望 看见赤地 已立于树部之外的栏杆 身体也如同那长廊一般 透明闪烁 似有似无 一旁流盈 从他身体内无声地穿过 心中又惊又怕 点头套 这里好声熟悉 像是梦里 刀过死的 赤地黑然道 梦里 人生虚渺 究竟何时是梦里 何时是梦外 烈焰听他说话的声音 无比苍凉 与先前那狂傲的姿态 迥然两意 仿佛 换了一个人 心中更觉诧异惊恐 他胆子素来颇大 刚直勇敢 但此时 在这虚幻如梦的地方 如万里夜空中的一颗微尘 心中 无一无棒 说不出的害怕 微风吹来 慢慢流盈 闪闪飞舞 穿过那水晶透明的廊顶 在他身旁环绕盘旋 然后 穿过他的身体 飞到外面 那黑暗的虚空 他冷汗遍体 将手探入流盈飞过的身体 发现竟然轻而易举的伸了进去 自己竟与赤地一样 化作了青烟薄雾一般的躯体 他猛地退了几步 施声道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不是琉璃金光塔那里吗 使地道 这里是幻界 是传说中人间与仙界的交接 可是仙界在哪里呢 寡人在此修行几十年 却没有看见半善通往仙界的大门 猎言心中咯噔一声 幻界 据说人的肉身毁灭之时 元神便要通过幻界回归仙界 想不到流离金光塔 竟是通往幻界的通道 但赤地为何要带自己来此呢 正疑惑间 听见赤地淡淡道 猎小子 你在想寡人 为何要带你来此吧 猎言一领 点头 弓声称事 赤地黑然一笑 指着那天上的明月道 那是什么 猎言心下疑惑 他既如此相问 答案必不是月亮 但想不出其他回答 当下依旧弓声道 呃 月亮 赤地讨 小子 你再看清楚一些 猎言凝神眺望 呼见那洁白圆月 水波般荡漾开来 轰的一声 突然成了一团紫红色的烈火 猎言大吃一惊啊 猛得朝后退去 那紫火熊熊燃烧 越来越大 赤地黑然他 小子 这是赤火神石的 本神 太乙火针 太乙火针 猎言脑中 轰然一响 似乎想起了什么 但又说不出来 莫得灵光一闪 对了 儿时曾经听烈壁光圣说过 传说创世之初 天地间分为 混沌界 仙界 幻界 人界 鬼界 混沌界 有五大元神 即白金神石 青木神石 黑水神石 赤火神石 黄土神石 又称为 太乙金针 太乙木针 太乙水针 太乙火针 太乙土针 这五大神石 为天下万物元神 魂魄的元主 如日月一般 一射发散出 各自的元神 附着于天地万物之上 万物实有灵力 人界万物 尤其人类 因自身体内 附着的五大元神 比重不同 而分为 金木水火土 五大种族 肉身毁灭之后 弱小的元神 回归混沌界 五大神界 融合后 重新分散溢出 强盛的元神 则直接登入仙界 成为永恒的个体神石 而腐朽的元神 则堕落于鬼界 难以返回混沌界 更无法登入仙界 回归混沌界 融合异散的元神 重新附着人体 极为来生 仙界不灭神石 重新进入人界 附着人体 极为转世 这五界五神说 烈言当年曾听 烈壁光盛说过 心中也是将信将疑 想不到今日自己 竟果真置身于幻界 目睹遥远 而又耳近的太乙火真 赤地道 小子 你可知 祝火神 与赤霞仙子 为什么挑中你们兄妹 作为徒弟吗 烈言道 烈言曾听师父提及 我们二人天生火灵 颇为少见 赤地道 哼哼 其只是颇为少见 简直是震骨朔金 烈言一震 炎帝 炎帝向来自大狂傲 极少包裕他人 既然说出这般话 那必有其道理 心中不由一阵狂喜 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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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因经脉与心脑气海不同 所附着的五大神石也有不同 本族中人的身体构造 注定了附着的炎火神石要多于其他四神 但其中又有一些人天生火灵 附着的炎火神石远胜他人 生来便可以浴火通神 这些人数百年也不过寥寥几个而已 这些人中又有些许炎火神石尤为强盛的 只需派以火针感应计划 就可以成为千古难逢的火德之神 他凝望着烈炎 赤须几张 似笑非笑道 哼 寡人便是一个 你兄妹二人 恰巧也是 火德之神 烈炎听他说的一半时已经猜到 但轻而听他说出 仍不免心神大臣 古往今来 有火德之神的莫不是火足圣贤人物 除了当年的碎人士 与当今的赤彪怒之外 屈指数来 也不过六人而已 即便以他师父火神 助容之真元神石 也不过是子火真身 比之火德之神 仍原有不如 想不到自己兄妹二人 竟有如此福气 又惊又喜 说不出话来 赤弟缓缓道 祝火神 以赤霞仙子将你们兄妹收为徒弟的那一日起 就注定了你将是未来的赤弟 而你的妹妹将是未来的圣女 什么 烈焰大吃一惊 烈焰时将为圣女 他也有耳闻 但他将为赤弟传人 却是今日首次听说 又是从赤弟口中说出的震撼不可为不当 一时间惊讶 一时间惊讶狂喜 担忧 恐惧 一齐在心头 焦杂翻涌 赤弟 微微一笑道 你很好 不仅天资其家 又刚之后道 这次 烈壁光盛叛乱 你宁死不从 临危不惧 果然没有辜负祝火神的期望 听说平素也爱民如子 将来会是一个好君主 寡人做了两百多年的赤弟 世人骂我 独武穷兵 狂妄自大 现在想来 确实很有不对之处 将来这一百零六成的百姓幸福 就交付给你了 烈言听他淡淡说来 又是欢喜 又是凄凉 知道他明知行神将灭 在嘱托交代 一代威霸赤弟 终将登仙话语 心中震撼 说不出的难过 低声道 陛下 赤弟抬头眺望 那绚烂药木的太乙火针 黑然道 不知今夜 寡人是要登入仙界呢 还是返回这一团烈火之中 声音竟有些凄凉 指着那在漫漫虚空中 无声飞舞的闪闪流营 肃然道 瞧见了吗 这些 这些便是本族先被残留于幻界的元神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荧光 他们是连接你与仙界 混沌界的唯一桥梁 赤弟转身 凝望着烈言 一字字道 寡人带你到此 就是要借助这太乙火针的神力 以及这些残留的先被元神 唤醒你体内的赤火神石 让你脱胎换骨 成为火德之神 轰的一声暴响 光芒万丈 无悔 阴呼 不停胡语 齐齐翻腾倒退 赤松子 微微一阵 横刀 哈哈大笑 众人见他又是随手一刀 便将三仙雷霆万军的围攻 刹那破退 无不惊骇 却不知 赤松子心中正暗暗叫苦 他以断续绝两伤法术 勉强将周身经脉暂时接通 但重伤未遇 体内真缘损耗极大 是才几次看似轻松的刀势 已经耗费了极大的真缘 眼下莫说将这火足五大高手打败 能支撑小半时辰 医属奇迹 祝荣与赤霞仙子 环绕着琉璃金光塔 宁神施法 无暇他顾 拓跋也 以狂浪显风般的笛声 阻挡玉钩双针 与南荒四兄的围攻 护卫 吃油等四人 一时也无法相助 若不能将这三仙击退 他又怎能救出南洋仙子呢 心中焦躁 眼角撇去 看见南洋仙子 虽被赤岩金泥兽 逼迫的险象还生 但一双妙眼 始终凝望着他 脸上淡淡的笑容 淡淡的泪痕 撞见他的目光 他奄然一笑 双雁飞霞 喜洋洋的神情 一如往昔 赤松子心中痛如刀绞 泪水墨的涌了上来 仰天哈哈狂笑 经那涌到眼眶的泪水 重新压了下去 心中狂喜 悲凉 苦痛 无奈 翻江倒海 相隔一百零七年又五日 他终于见到了他 虽然脸容全非 但那眼波神情 却丝毫未改 当他听见拓跋野的叫声 望见烈烟石真身的时候 心中豁然明白 为什么今日下午 在那摇壁山谷中 泄垢着女子时 会有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当时他只倒是自己 对南洋的强烈思念 让他顾地重游时产生的幻觉 如果那一刻他已知道 沉睡于这女子体内的 有他生死爱恋的元神 他还会不会怀着满腔悲愤怒火 赶到这赤炎城中 与自己的父亲 自己铭心刻骨的仇人对决呢 当他狂怒地与赤彪怒决斗之时 信中究竟是想着自己 含冤死去的母亲多些呢 还是想着那被赤地亲手烧死的 妹子情人更多些呢 在洞庭湖底暗无天日的一百多年里 让他痛不可疑的 不是压于身上的万丈高山 不是寸寸绞紧的混金锁链 而是那双烈火般炽热 春水般温柔的眼睛 那双在摇集房里 那熊熊情火中悲苦七绝的眼睛 在他耳边 时时刻刻响彻的 是那昆仑山顶的行意 他在耳畔哭泣的低语 我不要做月亮 如果你是流星 我也做一颗流星 和你一起 坠落到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去 那温柔的话语 曾经在昆仑山顶的夜色里 粉碎了他充满仇恨的冰冷的心 他几乎便要放弃一切 放弃恩仇 与他一起做平行飞舞 永不分离的流星 但天意弄人 他竟成了他的亲生妹子 当他在风啸楼 看见赤彪怒拉着他的手 向众人宣布他的女儿 将是下一任的圣女时 他几乎便要窒息昏据 对赤彪怒的仇恨 从未有如那一刹那般赤裂 是他令母亲含冤而死 又是他令自己 喜欢上了自己的妹子 一百多年黑暗的炼狱 他怀着 怎样深重的罪孽呀 但让他恐惧的是 明知是罪孽 却深陷沉沦 难以自拔 摇壁山里的香石 昆仑山顶的日夜 南洋在情火中 含泪欢喜的笑宴 每一刻的回忆 都如千万座洞庭山 压在他的头顶 让他喘不过气泪 让他苦苦累积的防线 瞬间崩溃 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 欺骗自己了 纵然那是千夫所指 万事唾骂的沉沦 在黑暗中 他无数次的摸下 如果上苍让时间倒转 他可以重新选择 他会让时间 在那昆仑山顶的 昭雾中静止 然后与他一起乘风飞去 到没有人相识的天涯海角 哪怕那里荒芜人烟 荆棘遍地 在今夜之前 他 本已了无生意 原想拼死杀了赤镖怒后 从此 天涯流浪 但此刻 狂喜 与强烈的求生意志 如烈火一般 在他心中燃烧 哼 苍天有耳 竟能听见他心中的呐喊吗 这该死的老天 原来也不是那么冷酷可恨 这次 他绝技不能让南阳 再受到一丝的伤害 好妹子 再没有人能将我们分开了 赤松子心中自愈 仰天大笑 泪水终于还是忍不住流了出来 眼下经脉毁伤 大敌环伺 不敢与他极客接近 免得扰乱心智 宁神敛意 努力将南阳仙子的眼波 从脑中抹去 想到 一群兔崽子 退也可恶啊 等到老子经脉修复 将他们一个个大谢八块 心中恨恨 记一头 罢了 谢一刀杀了那狮子狗 再做打算 血听无悔 冷冷道 原来大荒语诗 也不过如此 无火症半个时辰之内 就可取你首级 他 阴智深沉 不似阴呼 不停胡语 被赤松子先前 吓破了胆 始终 战战兢兢 于赤松子交手中 察觉他的真气 一次比一次衰弱 跳脱游移 料想他重伤未遇 必不久挨 倘若将赤松子杀死 他必定 威震天下 坐这火神之位 众人 也再无意义 当下 乘着阴呼 与不停胡语 尚未察觉 口出狂言 抢先下手 一览巨功 麒麟怒吼 奔塌飞来 红袖飞舞 暗红色的火正尺 破空飞出 极点怒射 赤松子大怒 哈哈笑道 兔崽子 吃了洋葱嘛 好大的口气呀 傲气上涌 水域柳刀 豁然怒斩 白光耀眼 凛冽的气芒 呼啸破空 如霹雳横扫 他这一刀 孰无花绕 直来直去 真气 狂霸惊人 吃的清响 火正尺突然半空反卷 朝后击退 狂风随之列卷 红光乱舞 赤松子微微惊疑 只觉一刀劈空 一股强大的犀利 猛得拖拽 自己这一刀 力道猛烈 仿佛突然 劈入漩涡 当时被倒膝卷腻 倘若 他未受内伤 丝毫不会畏惧 多半是大吼着 不顾三七二十一 一刀劈入 只取这兔崽子性命 但眼下真缘不过 平素的十分之一 不敢太大拖大 猛得凝神沉气 将刀器 莫得翻卷收回 无悔脸上 莫得闪过阴冷的名笑 喝道 狂徒受死 手掌 莫得拍出 那火正尺呼啸翻转 猛得增大数倍 闪电般 急刺而入 红光暴舞 智浪滔天 汹涌真气 如霹雳飞红 正是他最为霸裂的天地一尺 赤松子微微一惊 哈哈大笑 水域柳刀 反撩而上 轰得一声巨响 气浪崩爆 光芒怒射 火正尺 冲天飞起 乌乌乱转 烈焰麒麟 惊吼跳跃 无悔仰头 喷出一口鲜血 赤松子 哈哈大笑 突然朝后翻倒 莫得向下坠落 南洋仙子脸色大变 尖叫道 赤狼 不顾一切地朝他御风飞去 无悔先以火正尺 因面吸引脱拽赤松子的水域柳刀 然后乘着他将刀芒反卷收回时 将火正尺转为阳面 奋起全身真气 使出天地一尺 赤松子原本已经真元大号 收刀之后立时再行出刀 真气更加不济 无悔身为火足七仙之首 真气念力都是火足翘楚 若在平时自然远不是赤松子对手 但此刻力量悬殊 又失以奸计 这一交手占了老大的便宜 刀齿相交 赤松子余下的真元 都被刹那打散 剧痛攻心 真气差乱 经脉又崩断开来 虽然强自硬撑着大笑 却终于抵受不住 朝下坠落 无悔大喜 收敛 崩散的真气 冷笑套 原来连我一招也招架不住 驱策烈焰奇林 朝赤松子冲去 火正齿呼呼飞旋 半空翻转 随着他的指尖 变射而下 众人大差 阴呼语 不停胡语 更是惊异 那赤松子凶狂无体 虽然受伤 但真气尚足 又怎会被无悔 一尺打落 他们原本对无悔 颇有轻视之心 以为不过凭借其义凶祝荣 才扬名天下 排列于他们之上 但此刻不由起了 凛然敬畏之意 烈壁光盛哈哈大笑 赤童火玉盘 莫得合二为一 彩光飞旋 坑然清明 赤眼金泥兽 狂吼声中 牛闪挪月 朝着南洋仙子侧后方 蒙扑而去 南洋仙子牵挂赤松子生死 心乱如麻 不及闪避 当时被那妖兽轰然壮重 巨头双爪 齐齐拍在他的背上 红光暴舞 一道气浪漠的 炸裂开了 南洋仙子闷哼一声 口喷鲜血 紫色元神 豁然震出体外 险些破体崩散 反手一掌 赤气如电 将紧随而来的妖兽破腿 身形如落叶般 悠然飘飞 猛的一沉 朝着赤松子飞去 红袖翻飞 将赤松子紧紧紧抱住 太阳屋 嗷嗷怪叫 交错飞行 两只太阳屋轰然奇壮 硬生生将无悔的火正齿震退 另一只展翅俯冲 将紧紧相拥的赤松子 与南洋仙子 稳稳接触 叛军欢腾 士气高涨 战神军群龙无首 赤弟等人 又连遭折败 士气大转低迷 逐渐有溃乱之势 当事时 却听了笛声 激扬高跃 浩浩奔舞 忽然万山青岛 千江沸腾 凭空 莫得一声狂雷 崩爆般的怒吼 众人心中大震 乌云崩散 狂风遁止 漫山遍野 混战的军士心神 为之震颤 莫得停止 纷纷仰天跳 拓跋也 骑成在太阳屋上 横吹珊瑚笛 笛声高昂奔蟹 气势如虹 一只巨大的红色怪兽 在他头顶 昂然怒吼 那怪兽 如红色西四 头顶上一只 弯跃似的珊瑚角 凛然激励 幽兰的胸襟 在火光映衬下 更显 猙獰凶恶 深红色的 厚皱皮 如钢盔铁甲 巨尾如箭一般 笔直竖息 突然仰静怒吼 一团清光 从森森白牙之间 喷射而出 太以火针 刺眼闪耀 微风中带着奇异 而温暖的香味 仿佛冬日里 晒过太阳的棉被 将裂岩紧紧的包裹 那无尽的透明长廊 四周黑暗的虚空 以及 那闪烁飞舞的流影元神 让他意识飘渺 似乎随着环绕的荧光 缓缓飞起 在幻界的虚空中 柳絮般的漂浮 耳中听到赤地的声音 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 遥远而清晰 猎小子 寡人要在赤火神石 尚未一散之前 进入你的体内 用灵犀法术 唤醒你的赤火神石 不知道你眼下的经脉和真缘 能否经受得起 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烈焰迷迷糊糊的回答 又听见赤地说道 一手丹田 不要让我的元神冲散了你的意识 眼前紫光鸿芒 绚烂闪耀 突然头顶一热 仿佛有万道暖流 汹涌注入 惊涛骇浪似的 冲卷而下 烈焰啊的一声声吟 历时一手丹田 凝神巨念 那滔滔暖流 醍醐灌顶 在他周身经脉 奔腾游走 汇集到丹田汽海 波荡回旋 过了半晌 脑中听到赤地的声音 睁开眼睛 您是太乙火针 随我念法诀 烈焰睁开双眼 朦胧中看见太乙火针 如一团子火 越来越大 越来越亮 似乎就在自己的身前 触手可及 听到赤地朗朗说道 混沌之界 五神之时 天地魂魄 其出于此 太乙火针 我神之源 天道感应 魂魄导引 五界之门 幻界穿行 烈焰随着他朗声复述 宁神注视那太乙火针 突然 那无尽长廊之外的漫天流营 如银河飞旋 从他身边环绕汇集 无声无息的 化为一条 荧光闪烁的荧光桥梁 朝着那熊熊燃烧的 太乙火针 蔓延伸展 心中 咯咯一响 似乎有春芽破土 花蕾绽放 一种奇妙的感觉 随着赤地声浪的每一次跌宕 而生长蔓延 忽然 他慢慢的飘起 沿着那流营编织的 虚空幻神桥 徐徐飞向太乙火针 无数荧光在他脚下 在他头顶 在他周围环绕闪烁 烟花缭乱 引导着他 朝那耀眼的紫色光球 急速飞去 急风突面 他飞行的越来越快 流营缘神 犹如流星雨般 在他四周飞掠而过 鼻息中满是奇异的香味 那四层相识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 心中充满了温暖而幸福 仿佛将要回家的浪子 紫光跳跃 赤地的缘神 在他的体内 随着那火焰跳跃的节奏 而摇曳击撞 每一次跳跃 每一次撞击 他的体内 仿佛都有什么崩裂开来 仿佛无数的春草 争先恐后的 穿透潮湿的大地 在惊雷 于戏语中招摇生长 突然轰的一声闷响 恍惚中觉得 心中有什么东西崩爆开来 耳中默地听见 无数的声音 像是风声 笑声上 有无数熟悉 而陌生的说话声 彼此交织 混淆难辨 继而眼前突然一亮 在那流星般飞舞的 荧光之后 那原本漆黑一片的虚空中 豁然出现了无数的幻想 险峻其风 漫漫云海 落日大河 临终明月 无数瑰丽风景 在四周变幻闪过 在这些生平 渐也未见的地方中 站立着众多熟悉 而又陌生的身影 无数的脸容 在他咫尺之距 飞闪而过 错身的刹那 耳中还能清晰地听见 他们的呼喊 与话语 那些人究竟是谁呢 似乎记得 又似乎遗忘 为什么他的心中 突然充满了莫名的快乐 悲伤 狂喜 与感动 烈焰苦苦地思索 在万千幻象中 急电飞舞 突然他明白了 他是在飞往回归的路上 这些幻象 都是他前生中 难以忘怀的检验 隐藏在他 赤火神石的最深处 当此时 无数接近 太一火针的时刻 这些深埋的前生往事 一一破土 分摇而出 紫光闪耀 天旋地转 无数个声音 在他心中 一起哄响 赤地的声音 如惊雷般滚滚奔堂 突然心中一紧 眼前 豁然开朗 光芒刺目 一种强烈疼痛 而又快意的感觉 崩爆开来 他 仰天大吼 似乎瞬间 破体而出 珊瑚独角兽 众人突然想起 这不可一世的凶狂怪物 于那传说中 三百年前 为害甚聚的 大荒十大凶兽之一的 妖兽 并无二致 没想到 一夜之间 竟在这高空上 出现了两大凶兽 心中 均寒意 斗声 独角兽 肆虐跳跃 吼声如狂 默地 从拓跋野头上 呼啸掠起 肆意 咆哮 冲撞 拓跋野 这金石烈浪曲 也不过 吹奏过几回 对驾驭 这凶兽的法门 仍然不甚明了 只能照着那曲子 一路吹去 事已究竟能否 完全控制这凶兽 又能让这凶兽 发挥几成威力 心中 也没有太大把握 心想 这金石烈浪曲 既是封印之曲 主要在于 封印解印 如何驾驭这妖兽 恐怕 与这曲子 也没有太大关系 倒不如依照 那日 在风雷海上 与溃牛 灵犀感应的法子 感应 这独角兽的 元神 然后 恣意吹笛 心中 突然一领 稍转愁出 灵犀法术 乃是感应 彼此 立思念 元神 心智相通 浮以神器 传达意念 遥相感应 但其 凶险之处 在于 双方彼此 绝无恶意 一旦一方突然反噬 另一方神使 处于 不设防状态 必深受其害 动辄 有魂飞 魄散之鱼 这珊瑚独角兽 凶狂不羁 未必 就如当日 溃牛 感恩之下 心智相通 倘若他突然 发狂反噬 那岂不遭之急 正寻思间 听见 祝容在耳旁 传音道 小子 玉兽之道 在于心智相通 了解他的心思 才能加以诱导 随心驾驭 老朽眼下 真缘不足 无法降服 那赤言金尼 传你 心心相应绝 能不能驾驭 这独角兽 降服 赤言金尼 就看你的造化了 拓跋也大喜 火神祝容 与龙女 与师妾 水族百里春秋 并称当今 大荒三大 玉兽神人 独创的 心心相应诀 在五族灵犀法术 别具一格 即便是神帝的 五行谱上 也不见记载 他既肯 倾力传授 自是自己的 大福气 再者 祝容所言 与神帝当日 所说的福寿 根本之道 完全一致 深得己心 远比 那百里春秋 以念力境 振服 控制 猛兽的 魂灵 来得正大得多 当下 传音败信 火神 祝容一面 与赤霞仙子 施法 流离金光塔 一面传音 受教 心心相应诀 那法诀 不过两百余字 文词浅白 但每一字 每一句 都宛如蝎子一般 打入 拓拔也的心中 所述 经义 便是如何感应 凶兽 元神 将心比心 以意侧应 他听一句 在心中 附数一句 欢喜不善 片刻之间 便将那 心心相应诀 烂熟于胸 当下 默念法诀 宁神感应 珊瑚独角兽的 元神心志 他天资齐家 又极富同情之心 对这灵犀法术 可谓一点极通 当日 在风雷海上 收服溃牛 对于与凶兽的 彼此感应 已颇有心得 此刻得了 祝荣真传 更是 醍醐灌顶 了然于心 念力极触 对独角兽的精神 全然洞悉 拓拔也心中大喜 笛声突然 急促凶械 滔滔不绝 珊瑚独角兽 震天狂吼 声浪如雷 口中清光 连接暴舞 轰然击中 那挥舞 鬼头刀的 南荒凶人 那凶汉 哼也未哼 头颅 便如西瓜般 炸裂开来 断井上 脸皮带血 摇晃了刹那 直挺挺的 掉落下 万丈高空 珊瑚独角兽 闻见血腥 狂性更放 轰得闪电奔远 乘风飞冲 南荒重凶的 飞兽坐骑 惊叫怪吼 肝胆欲裂 发狂似的 四下奔窜 那提着 黑铜割腔的凶汉 转身 持了一步 当时被珊瑚独角兽的 珊瑚角 豁然刺入 凶汉 嘶声痛吼 被珊瑚独角兽 贯穿拱起 珊瑚角 透胸穿过 四尺来长 鲜血喷射 鼓鼓四溢 在空中 手无足蹈 像小鸡一般 被那独角兽 高高甩出 半空抽搐 早已隐秘 那坐骑飞兽 悲鸣哀叫 巨斥诉诉 不敢动他 笛声狂野 滋似 如奔雷 垂击怒海 激起千层巨浪 万寝碧波 独角兽 肆虐狂吼 刹那之间 青光暴土 又连杀树人 巨口森然 硬生生 将两只飞兽 撕扯成碎片 玉钩双针 花容诗色 双双后退 劣壁光盛 是才见祝容 口唇合动 拓跋也 面带笑容 猜到多半火神 传授这小子 什么玉兽秘诀 心下讳怒 突然一领 祝火神 与赤霞仙子 在那流离金光塔旁 施什么法 莫得灵光一闪 是啊 定是在帮赤镖怒 与烈炎 借助塔中历代赤地的 元神灵力 修复经脉 补充真元 寒意彻骨 冷汗爬遍全身 倘若被赤镖怒 那老妖怪喘过气来 重新从塔中杀出 赤炎金泥兽 也未必是他对手 惊骇之下 莫得想出一个点子来 当下高声套 先将这一对 无耻乱伦的狗男女杀了 祭奠赤炎神明 赤铜火玉盘 呼呼旋转 赤炎金泥兽 狂吼着 甩踪摆尾 拍开太阳雾 急扑赤松子 与南洋仙子 腥风血雨 直齿鼻息 赤炎金泥的 森森獠牙 眼看就要咬到 赤松子 与南洋仙子 躺在太阳屋上 紧紧相拥 四眼相对 悲喜交集 对周遭一切 视若无睹 此时 就算天崩地裂 他们也看不见 听不着了 拓跋也哈哈笑头 猎老贼 咱们针尖对脉盲 乌龟碰鸭蛋 看看究竟 是你的狮子狗厉害 还是我的独角兽威风 笛声一转 如霹雳风雷 气势凌厉 独角兽轰然咆哮 莫得转身浮冲 闪电似的 撞向 赤岩金尼兽 迅雷不及掩耳 两只凶兽 刹那间 撞在一处 轰然巨响 气浪翻腾 众人惊呼声中 只见鲜血 漫天喷射 独角兽的 珊瑚巨角 深深地扎入 赤岩金尼的 侧泪之间 牢牢 牢牢卡住 不得挣脱 赤岩金尼痛吼如狂 默得一爪 横扫在 独角兽的 后甲上 独角兽 也是一声狂吼 猛地 翻阵开去 后甲 竟然裂开 一个大口 血肉模糊 但他 凶悍无体 依旧死死地 顶着不放 赤岩金尼 剧痛之下 凶性大发 红精喷火 巨头甩摆 张开 血盆大口 猛地一口咬住 独角兽的脖颈 竖十尺 长刀一般 锋利的獠牙 瞬息 破开 独角兽 血红 顿甲 深深地切入 颈骨之中 红血 如山红爆发 喷飞到 十余帐外 拓跋也喝道 他奶奶的紫菜鱼皮 开你堂 破你肚 笛声 狂烈几夜 独角兽 怒吼声中 猛地甩头 牛颈 朝下一滑 弯弯长长的 珊瑚角 默地将 赤岩金尼兽的 侧泪 破开一道 九尺来长 六尺余深的 大口子 皮开肉绽 血如飞铺 赤岩金尼 痛叫狂吼 猛地 咬牙甩头 将 独角兽的 脖颈 咬去一小半 两只 凶兽 巨痛 狂怒之下 跳跃 纠缠 私斗 一处 惊天震吼 不觉 于耳 皮肉 纷飞 鲜血 汹涌 一时间 旗鼓相当 南风高下 笛声 鸡月高亢 上云猎物 赤铜 火玉盘 铿枪 交击 风雷隐隐 两只 矿骨 凶兽 在高空上 沿风中 咆哮相斗 生震天地 漫山遍野的军士 只觉耳膜 振臂 心跳如狂 众人 凝神 秉息 紧张 观望 只有赤松子 与南洋仙子 浑然不觉 俩人 肢体交缠 咫尺相望 在这万丈 高空之上 突然 忘了一切 忘了生死 眼中 看到的 只有对方 百感交织 热泪盈眶的眼睛 耳中听到的 只有彼此 急剧狂乱的心跳 那温暖 而熟悉的气息 像春风一般 渗入彼此的肌肤 震颤着 传导入 各自的心里 所过之处 犹如春草蔓延 百花齐发 百多年中 那日日夜夜 所想要清土的 千言万语 此刻突然不知 从何说起 张开嘴 风刮在舌尖口壁 热辣辣的生疼 直疼至心里 汹涌的思绪 突然都化为 滚烫的泪水 接连不断的 划过脸颊 过了半晌 南洋仙子 方才颤声他 赤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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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是 在做梦吗 赤松子心中悲苦 轻轻地擦去 他滚滚落下的泪珠 微笑道 好妹子 不是梦 如果是个梦 我们就永不醒来 南洋仙子叹息一声 紧紧地抱住他 在他耳边低语道 是才 我真担心是个梦 不敢叫你 不敢走近你 因为 每次梦中 将要处着你的时候 总是突然醒来 温热的眼泪 流入赤松子的耳中 似乎是他 在无声地 倾诉百年的相思 赤松子心中甜蜜 苦涩 欢悦 疼痛 只想将这怀中的女子 紧紧地抱住 揉碎了 融化了 镶嵌一体 永不分离 体内剧痛 经脉 火烧火燎 但心中 却是说不出的幻常 远处 火山喷爆 轰雷滚滚 那血红色的夜空 乌黑色的滚滚云层 还有那 发光奔腾巨浪似的云层 此时看起来 是如此的美丽 如此的动人 热泪突然 模糊了视线 他要将这一刻 这一刻所有的美景 涌至于心 当事时 烈壁光盛 黑然微笑 眼神默得 扫望无悔等人 无悔 阴呼 不停 胡语 微微点头 心领神会 突然朝着 祝容 赤霞仙子 以及那 不断转动的 琉璃金光塔 急冲而去 树道 红光气浪 汹涌呼啸 瞬间 崩爆 拓跋也 心中 莫得一鳞 这老贼 故意 以赤炎金迷兽 引开 珊瑚 独角兽 然后 在乘我 无力回顾之时 让三仙击杀 毫无防备 能力的 助容 于赤霞仙子 当下 大喝一声 珊瑚 独角兽 冲天飞起 狂吼着 朝三仙冲去 烈壁光盛 笑道 乌龟鸭蛋 还没碰完 阁下 又岂能 逃之夭夭 赤炎金迷兽 咆哮如雷 紫光暴舞 轰然扑到 珊瑚 独角兽的背上 一口 咬住了 他的 另一半脖子 独角兽 嘶声痛吼 甩舞跳跃 挣脱不得 眼见 三仙的 赤火真气 已经急电奔雷般 朝着 祝容 与赤霞仙子 围攻而至 拓跋也 再也不及多想 猛的 玉鸟转身 电冲而去 但 为时已晚 他的心 默得 沉到谷底 呼听一声 山崩地裂似的 惊天爆响 琉璃金光塔 默得 极旋冲天 岔子烟红 一光流彩 无数道 炫目的 泥光 闪电四射 耀眼夺目 一团赤子 红光 从那 泥彩 炫芒中 崩爆开来 莫得 化为一道 十余丈长的 弧形 红光 犹如 长刀一般 迎风 怒斩 轰 空气波荡 当空 如被豁然 劈开 一股惊天动地 汹涌 而凌厉的 炙热气浪 纵批而下 三仙的三道 赤火 红光 猛得 崩碎开来 吴灰三人 闷哼一声 口喷鲜血 齐齐 朝后反退 散发 散发